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16集 我是310 这个8月了 事业又要更新了 咱们上一集是把第一时间在爱人兄弟和好以后 把他们俩的系列任务给做了 然后入手了这一套爱人辛德里的装备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去做主线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主线是要找提尔的秘石 咱们在从赫尔海姆回来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了奥丁藏起来的这块神社的木板 然后发现了提尔隐藏的秘密 他只告诉这个巨人族的同伴 然后让爱人兄弟做了开门的钥匙 那么就可以进入到提尔神殿的下层 咱们又到了国度传送间 但是这次是下层 这个提尔神殿的构造也很有意思 咱们假设和海平面和湖平面 齐平的算是一层的话 咱们现在应该是在一层 比一层高一点点 因为刚才 这边可以看到是约顿海姆的这个国度门 这个国度门上画的应该就是那个 这个这个我们拿枣子的那个那个巨人索莫尔 这边看到壁画上都是画着提尔 每一张画都画提尔 但是其他的角色不太一样 第一张画好像有这个阿萨神殿的士兵 然后这边呢是约顿海姆的国度门 然后提尔还有一个女的 光线比较暗看不太清楚 这个女的是谁呢 然后这个这边可以看到是就提尔一个人 好像是在国度传送 然后最后这张图比较明显 就是提尔是念沉到水里 然后有这个耶梦加德大蛇 刚才稍微走了一个上坡又走了一个下坡 现在应该还是在一层 然后我们平时传送的这个这个矮人兄弟 这个铁匠铺 还有这个包括原来用的国度传送间 应该是在二层 老父亲这个解谜 优先使用这个暴力型 暴力型的这个解谜方法 既然反了 那就把它翻过来 发现这边翻不动 旁边这个两条铁链给锁住 米米尔金了 这个希腊来的神 这解谜思路 这个脑回路有点 好这边我们还以为要打山怪了 似乎不需要 这俩只是这个门神雕塑 我看到他们 它说是《封》 嗯 优优 走 读 这边说是这个逻辑上好像是对的 就是这个想法有点 不太正常 这边提尔的考验不仅是要考验这个力气还要考验智商 好这边我们坐电梯下来应该是在负一层啊 看来 看来 另一个 它说他的名字是Bergomir 我认为妈妈说他是帝王的巨人 哎 那他说 然后还有一点多 好这个已经10个了 一共11个神坛 最后一个神坛的话 主线上没有啊 是在穆斯贝尔海姆的 所以不要着急 贝尔格尔米尔 这个也是原始的那 初始的那几个巨人之一啊 之前讲过啊 然后这里的机关啊 解法稍微有一点点技巧 技巧就是在下一个这个 下一个这个这个符文录出来的时候 赶紧砸 不需要把前面几个完全对得很齐 然后咱们把第五个给他定住 就可以过去了 前面几个差不多对齐就行了 一共好像六个还是七个牌的 把第五个定住就行了 好这边的话又是要解谜 又是要战斗 我们先解谜后战斗 首先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这个 隐藏的这个 应该这个小房间里面是个珍贵宝箱 咱把这个赫尔之锋放到墙壁上 那个呢就可以让他转 然后呢 如果把这个赫尔之锋放到这个盘 轮盘上呢 就可以让他上下伸缩 或者左右伸缩 利用这个原理呢 稍微动一动脑的就可以截开这个 这里面放的是这个 叫做 许伯利温的琴拿 其实就是海伯利昂的攻城锤 之前三代的这个海伯利昂的攻城锤 这招是炼刃的重浮温攻击力最好用的一招 冷却时间非常短 威力特别大 但是他也有坏处 那两个缺点 一个是他的攻击范围比较小 基本可以认为是这个单体攻击 这边咱们把提尔的复仇也伸一伸 这招是对于这个对付食人魔的一个力气 可以让他连续出影子 快速打晕圈 之前咱们都没用过 主要是一般都是靠这个双巨人除地 那双巨人除地也可以 那那个是重攻击 这个提尔的复仇是轻攻击 这个海伯利昂的攻城锤 又撑我顶你个匪 这一招他还有一个问题 除了攻击范围有点小以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抓 不是对所有敌人有效的 好多穿盔甲的敌人 或者特别大的敌人 还有敌人的一些这个异常状态下 是不能抓头的 所以说这个杂兵战来说 一般来讲还是这个海伯利昂的猛击 那一招比较好 如果是单体的那种boss战 比如说女武神 那就换成这个海伯利昂的攻城锤 反正后期猎刃基本上就这两招 好这边把第一个锁链破坏以后 果然又会刷一帮敌人 这边的话就随便打打 如果你想这个稳妥一点的话 最好拉到这个 最好拉到那个刚才 拉断铁链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这个火焰喷不到 然后随便打死几个以后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中间火焰柱打不到你 这个时候呢 中间这个 巨人 石人魔 石人魔刷刷 我们等一会儿 这个冷却还没还没完 冷却完了换回提尔的这个复仇 冷却没完是不能换技能的 上去以后 这边我这个打晕眩的没有接上 配合儿子的光剑加上提尔的复仇 然后再加上盾牌的这个连接 就可以快速打出他的这个晕眩状态 然后就是咱们劝降成功了就可以肆意的这个破坏 还差那么点 咱们补一下 这下好像打空了 这层还有一个这个符文对照盘的这种白颜色的箱子 就这个紫色箱子 这个箱子的话 应该是尼弗海姆的这个符文对照盘 不过咱们都已经拿齐了 所以说就就不用不用管他了 因为他这个拿齐以后掉的都是一些随机的咒术 这个敌人非常聪明 我本来想卡他一下 让他刚好落在这个齿轮割到的地方 结果他这个走位非常灵活 然后回到这一间房间 他又会刷一对敌人 这个时候你不用去管他 直接走下去 这个一方面是那些敌人没什么好打的 也没多少经验 另外一方面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谷歌刷钱的那个攻略的话 你应该知道 这个 这里的两个房间的这些敌人 你是可以留着的 只要你不把他们杀光 你只要不把他们杀光的话 他们会无限刷 然后就可以在后期刷点钱 就是每次进来 然后杀杀杀杀杀杀到最后一个 然后这个restart 这样的话钱的数个 捡到的钱是保留的 但是那个敌人呢 又会重新刷一遍 这里我们捡到这个叫世界之蛇的套装 这个跟神话清晰的那个套装差不多 都是这个5级 然后直接升一下就行5架 比较好用的这个套装之一 当然这是前提是你不做支线任务 做支线任务的话 那这些套装都没什么用 只是方便你那些直走主线的人 到这儿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这套跟那个神话清晰 那个各有所长 一个是强调冷却时间 一个是强调如恩符文攻击 样子款式差不多 颜色不太一样 好这边又有一个这个符文对照盘 因为咱们已经拿起了 穆斯贝尔海姆和尼弗海姆 所以说这边又变成了这个 一个随机咒术 好这里咱们换成这个外域中击和下击之爪 接下来要打这个荒原浪人 补一加血 这边完成以后呢 自然又是火焰柱机关 但是这个火焰柱机关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火焰柱机关它是往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背面是没有的 正面是有三树还是四树火焰 好两个荒原浪人 能聚一块打了 尽量都命中 外域中击和下击之爪 它的这个冷却时间都非常短 好再来一个 好这个举骷髅我们得打断 那个举骷髅我们再打断 不要急 好这边冷却好像还没好 稍微磨一会儿 好这边烫一下 这边烧他们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伤害 然后火属性它也是有累积的 不是说烫到就直接受伤 这个拿盾的敌人 如果你打不到它就让儿子吸引攻击 然后使用这些范围剂 基本上都能打到 不然它正面无敌很麻烦 黄原浪人这个都是后期了 基本上都没几个黄原浪人这个游戏 好这边又会刷一敌人 就这个房间 咱们这个利用飞斧和儿子的射箭控制一下 然后咱们全被这个机关压死就完事了 这个机关你来的时候虽然很麻烦 但是你回去的时候 它会把你调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节奏 你可以轻松过去 这里远处的这个人 你扔斧头还有点扔不到 然而射箭就可以 他们都是远程 所以说血量比较少 然后小心就是如果有东西掉在那个板上 你千万必须捡 你有可能捡一下 你就跑不过那个机关了 好这边我们还是惯例 无视那帮敌人 这样以后万一有需要要刷钱 可以回来刷这些敌人 让儿子过机关的时候 他要钻一下狗洞 所以说要稍微等一会儿 这边提尔的神殿区域呢 我们也已经全收集了 刚才看了一下100% 之前这个提尔的地窖 跟这片提尔的密室一起计算这个收集区域呢 好 葵虽然老了 但是力气还是在的 神力 把这个神庙直接翻转 这边正门虽然好像进不去的样子 因为还是倒过来的 但是咱们先不着急进去 先开一下这边的机关 这个机关还是挺容易漏的 虽然说漏的问题也不大 这边把这个灯点水晶点亮以后 会发现地板上这个符文没对上 咱们给他转180度就对上了 提尔的团结套装还记得吗 提尔就喜欢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提尔应该入党 好 这边又拿到这个 这个这个世界之蛇套装的另外两件 要是你不不开这两箱子 你会只拿到一个手套 你会发现这个 哎 世界之蛇怎么不成套呢 是成套了 只是你没找到而已 当然你这套装备不捡也无所谓 因为你之前肯定已生了那个神话清洗的套装 有那套也是一样 这边我们从下面爬上来的注意一下 咱们现在应该到二层 阿仔这个心智成长了非常快 机智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巨人石匠和他的儿子在造城墙 这个就是巨人果渡的这个果渡门 每个果渡门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都是挺有意思 挺有代表性 虽然说有些果渡门可能容易认错 这游戏有一些这个国渡门没做好啊 这一代还进不去 可能下一代就可以去了 之前天花板上的这个东西 现在到地上就可以拿到 以前照理说这个可以二段跳就可以拿到了 现在真麻烦还要翻转国渡之间 我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我认识不认识 我认识不认识 如果天花了这儿 这儿能够认识 这儿能够认识 所有地域和其他地域 以其他地域 他能够认识 他扭持这儿 在标签上的标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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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明白现在 它显示 天花 走在地域中间 地域 你知道 你永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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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国渡之间的国渡 就是咱们传送的时候的那个 那个用来读盘的地方 咱们现在就要去那 这个神殿的构造挺有意思的 咱们又回到了这个矮人的铁匠铺 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提尔神殿 它是像一个双层蛋糕一样 它是底对着底这样一个结构 你翻了一下以后 上层的结构是不变的 只不过把下面那个神殿翻了过来 它两个神殿是相当于轴对称的 一个镜像 好咱们跳下去之间呢 之前换一下这个 准备一下 接下来就是提尔的试炼了 非常难的一场 几场战斗啊 车轮战 咱们魂也比较多了 经验比较多了 把这个战斗当中那些 可能会用到的招都给都给升了 比如说闪避当中的一些出招 还有像那个火焰和冰霜的积攒速度 还有儿子射箭的这个频率啊 这些都可以升一下 大家注意这边可以看到 有一些这个招式啊 它被点亮了 这个点亮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额外加成 当你的某一个数值啊 超过某个点的时候 这个招式它会有一些额外效果 这个额外效果是什么呢 反正自己写的 写的很清楚 大家自己看就行 有一些是需要你这个 符文攻击多少多少以上 有的时候是需要你的体力 有时候需要这个冷却时间 反正各不相同 这边我们因为符文堆的比较高 所以说好多技能 打完以后都会有特效 像上一次结尾我就提到了那个 那个练刃的重重轻重 得打出一大片火 爆炸效果 这个就是技能的额外加成 需要你这个堆到一定数值的这个符文才能触发 咱们有了这个团结之时 就可以直接跳下来 不会死了 这些你要是直接跳就死掉了 然后直接直接retry了 看来这个提尔 他在这个国度之间 在这个国度之间设置了一个小的副本 你要想进这个小副本呢 就得拿到这个团结石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这个被藏起来的国度之门 就是巨人国度 这个同时呢 这个团结石也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这个巨人国度 当然 不会让你这么简单咯 接下来就是提尔的试炼了 这个有点像之前升天里的那个阿兹米德试炼 是之前各种杂兵加中型这个这个高级杂兵的混合战斗 一共有四批还挺难的 稍微要讲一讲策略 第一批是这个尼弗海姆 这个之前我们在赫尔海姆遇到过的这种杂兵 然后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就是疯狂上来自爆 人特别特别多 咱们这边尽量用练刃 然后用那个重重轻轻那一招 最后打出一个这个 最后打出一个这个这个吹飞效果 因为这种敌人一旦被吹飞他就自己炸了 然后尽量就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 然后这边被爆了很烦就慢了一点点 可以用一下混沌气旋 混沌气旋也是打出去这个直接爆炸 然后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 然后再出招 跑的过程当中能让儿子这个弓箭控制一下 尽量保证你一面受敌 不要这个副背受敌 因为他这边刷人是四个门一起刷的 很容易就副背受敌 然后这个 如果说你想打的稍微猥琐一点 稳一点的话就躲到一个小角落里 然后直接用这个元素爆炸那一招 就是用链刃往地板上戳 然后按住让他爆炸 这样一波一波炸 这样是最安全 好接下来是第二批 第二批敌人的话其实是最难的 是两个这个这个暗精灵王 话说这个四大天王不是有五个吗 怎么怎么出来六个了 这个游戏有点不安套路出牌 这边我们把这个符文攻击给换一下 这边好像还没冷却好 不过快 这边我们一开始 和这个暗精灵王保持距离 他是一个一个刷的 这一点比较好 跟他冲过来 跟他保持距离 他肯定会用那招冲锋 冲过来的时候马上用一个刀刃之河 然后马上切链刃上去来一招 海伯利昂的琴拿 我顶你个匪 马上顶 晕了看到没有 特别好用 然后再换斧子 来一个 因为他不能动 所以说就可以打齐一套这个 外遇重击 然后再接一个投机 实现输出最大化 这时候他肯定会顺移到你背后 这时候再来一招 尼米亚的粉碎重击 好死了 这个两个暗精灵王很烦 利用这个时间差 在他第二个刷出来之前把第一个干掉 这样就好办 还老喜欢瞬移 然后发各种致盲的招数 然后帮 包括旁边这些这个 梦叶也是会放这些致盲的球 干扰你 这样你这场上情况看不清楚就很危险 特别烦 刷眼球的时候呢 让儿子放一个这个 放一个这个乌鸦杀刃控一下场 优先解决掉这个眼球 梦叶 像他冲过来那招 你实时可以用这个 柜子手的批砍把它打停的 你先看刚才那一下他就躲掉了 外域中击没有砍拳 当然用柜子手批砍也要注意时机 如果来不及的话不要硬拼 还是躲掉比较好 然后就变成回合制了 一对一 等他先出招 然后你下来我再打你 这个这个 顶你个匪的这个攻击力非常爆炸 爆发力很强 好第三层第三层的话是赫尔海姆 赫尔海姆的话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咱们现在有练刃 然后这个 各种 符文攻击也都比较那啥 准确时间比较短 一上来呢 是先是两个这个 先是两个这种普通杂兵 他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冲刺过来突刺那一下 时间特别短 要小心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两个迟钝的敌人 对面刷的 然后背后会刷那个拿棒锤的那些高级杂兵 好像也是四个吧 就是两个短剑两个盾牌 再加四个这个 四个高级杂兵 这边我忘记 忘记换那个符文攻击了 结果就导致你看勾过来 有某些杂兵勾过来 你也不能用这个海伯利昂的攻城锤 他的这个适用范围有限 不过好处呢 就是如果你勾的那个敌人 他不能勾 你这招放失败了 他的这个冷却时间是不会完全扣完的 这种盾牌敌人特别烦 他他在这个加在人群当中啊 你就很容易挥着挥着就弹刀了 所以说尽量先用这个符文攻击 把这个拿盾牌的给干死 接下来要么用重重重 要么用重重轻重 这波敌人用练刃拉到一块打还是比较好打呢 不要负贝受敌就行 第三波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下 换上提尔的复仇 第四波照理说 照理说应该是最难的 又是山怪啊 又是石人魔啊 是吧 再加上普通的火焰砸兵 特别难对 结果呢 他这个刷笛顺序啊 大家一看 哎 上来先这个石人魔啊 大伙一看就乐了 是吧 赶紧劝降他 好 在山怪出来之前 你把他劝降了就完事了 这样看下来这个整个提尔的试炼呢 后面两层反而比较简单 这个锤也要锤的震啊 你看那看到这个锤的不震的话 就一拳的伤害 锤的震可以打到两拳的伤害 你下来以后赶紧再放一个乌鸦杀刃控场 然后再连放这个符文攻击啊 山怪叫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无敌的 等他叫完以后我们再上 这样他连这个出QT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 好惨 山怪又一次被这个石人魔给阴死了 有军 为什么要说又呢 之前好像在登这个锁墨的尸体那儿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边拿到一个阿特密斯的愤怒啊 结果一看好像是当年杀老婆的那招 这个不能用 禁断招式 禁断招式 好咱们这个提尔试炼呢 就算顺利通过了 可以看到如果这个符文攻击搭配的好 再加上咱们这套神装 甚至不需要暴弃 都没有使用斯巴拉之怒就打完 这边有15000的经验 后期经验特别多 好这边火盘都可以点了 咱们又是收集齐了穆斯贝尔海姆和尼富海姆的这个符文对照盘 然后这个8个国度塔也都出来了 这样这样的话 这一集咱们就可以把这些火盘全点 也是有一个成就 接下来的话既然国度这个国度门回来了 那么咱们就可以去传送了咯 看来这集要完结了 久违的这个约顿海姆的国度塔 在这个轮盘当中缓缓升起 铁尔藏了那么多年居然被一个外姓 外姓战神给发现了 果然这就是战神和战神之间的默契 奥丁都没找到 稍等一分钟 这就不成功了 什么 这就不成功了 这就不成功了 尼尔也应该用了自己的眼睛 去能复杂尔尔 那是他的最终的失败 你也有眼睛像他吧 我还有一个眼睛 一眼睛 Odin把我的眼睛弄了 我正在带着我去旅行 抱歉,兄弟 想起来能够成功 Odin和你的眼睛 你会把眼睛弄成了 我怕有几百个地方 我们已经远到太远了 有必须有道路 看,很长的一段 但我曾经看到Sindra 有时候Brock 在那山上 Odin来到他去的 可能他们知道什么 Brock和Sindra 这边可以看到 每一个国度塔前面 都是有一块这个水晶石头 它是用来折射光线的 这个约顿海姆 它虽然有着国度塔了 但是没有石头 咱们又要有符文 又要有这个国度传送门 这个国度传送塔 还要有这个水晶石 三样缺一不可 还有这个彩虹桥之石 四样东西 咱们现在还是少了一样 看来这一集去不成 对不起 对不起 事实际上 事实际上 Odin问我 他想让我建议 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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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有用的 你知不知道 那时候 Odin 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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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空隙 那还不成功 那不成功 那麽 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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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只能建造成一樣 那是那個石頭嗎? 那是那一位的Thor 在那裡散開他的袋子 那是那個石頭的石頭 那是石頭的石頭 對不起,感覺更好嗎? 我們怎麼能看在那裡的石頭? 在那裡? 我們應該要去看看 好吧,咱們現在又有線索了 要去找這個世界之蛇了 哎,這邊呢 米米爾給我們了一個提示 再往前走可就是最終BOSS了 所以說你要是要做什麼搜刮也好啊 或者說要做什麼支線任務 最好全做完 這個其實是這個 製作人給的提示 所以說 如果只做這個主線任務的話 咱們下一集就可以完結了 他想說每個大人都會有關於這次的金人 改變成立場 他們來最多人的英雄 而且他們的英雄 那是他們的圍牆 都放在進去 但更多的 他不在那裡 他出了給他們的祝福 他想知道什么他们知道,看什么他们看到 那么多的苦力都被避免了 如果他的不信心不太强比他的知识 你意思吗? 啊,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叫他王王 咱们只做主线的话,下一集就可以完结了 不过了解我的同学都知道 这个2018年的游戏现在就完结,也未免太快了吧 所以说咱们果断要去搜挖一番 从现在开始到这一集结尾,包括下一集 全都是各种搜挖和支线任务 包括收集品的收尾工作 咱们的第一站就是亚弗海姆 现在的网者,明天人和暗来的猛人 这一份我们知道 但是,你也知道,那些转型的光 已经没有任何过213次被换过的手 是,真是 真是,一旁都相信自己的哪些保持人 而说我们正在鲜冶家 只能为生命 但实际上,不知道有此之后 之前来亚夫海姆还以为参加了一场非常重大的战役 原来是很微不足道的一场战役 这边呢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有些传说提示又刷新 不过这应该是不计数的 然后为了避免你无聊 这边会刷一些敌人 让你打打 当然他们的等级跟之前不能比 现在是比较适应我们这个阶段的等级水平 有次当中敌人也会根据你的动态等级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北欧神话本来并没有这个暗精灵的设定 所以他为了补全这个世界观设定 所以有了这么一段揭示 关于这个暗精灵和这个矮人的区别 原著当中这个被阴面的这个蛆虫就变成了矮人 而不是变成了什么暗精灵 然后这边又有敌人刷了 这边来这个光之国度亚夫海姆呢就可以把他全收集了 因为之前呢基本上都都拿了就差一个这个隐藏秘史了 咱们就是这个密史要进去 里面有个女武神 为什么打这个女武神呢 本来我就讲女武神放在一块打 但是咱们这里不是要着急完成这个无线手套吗 这边不小心误触发了这个乌鸦杀阵 按错 这个无线手套三块宝石 之前我们主线拿到两块 一个是在这个国度之间 从赫尔海姆回来的时候 在这个国度之间的下层拿到的 这个叫 叫什么 外层国度之眼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做Block的支线任务 叫安德瓦利的灵魂 两颗 咱们现在还差一颗 差了这一颗呢 一共是六颗 咱们剩下那四颗里 不管拿哪一颗都挺难的 所以呢 我选了一颗相对简单一点 有两颗是需要打女武神的 有一颗是要去穆斯贝尔海姆做任务的 还有一颗是要打女武神之王 女武神之王呢 就首先排除掉了 剩下那两个女武神呢 我们挑一个简单一点的打一打 就是亚富海姆这个 而且这块石头给的这个加成点数也相对好一些 好这边做一下准备 换成这个狼的狂怒 这个乌鸦杀阵是比较适合打杂兵战的 但是这个女武神的话 因为乌鸦杀阵很容易就打不出硬质 所以说还是用狼比较好一点 这个开战之前呢 摸一下这个传送门 可以把你的HP补满 这样你就不用满地去踩那个绿石头了 这是咱们交手的第二位女武神 之前在锁摸着尸体那打过第一位 那个比较简单 这边先把乌鸦打掉 每一个隐藏门里面都有这个传送门 有乌鸦有女武神 好上来以后给他喘息的机会 先上来一个这个 激动光束 激动光束 打掉大量的血 一格半非常凶陈 配合儿子的光剑 再来一招刀刃之河 两格半超爽 这个女武神的大部分的招式 直接按防御就可以了 都不用弹反 也就是没有黄圈攻击 然后唯一两招红圈攻击 一招是刚才大家看到的 只要他往右侧闪 就是你的右边侧闪 那就会接这一招 突进的这个红圈攻击 叫做海底捞月 然后还有就是这招 这招是从天而降的这个投机 我估计没有躲 给大家看一下击中的效果 非常喜感 女王的践踏 他如果在 你看他如果又侧闪 你就要右侧闪躲他 然后他如果左侧 左边侧闪就没事 你就按住防御就行了 第二次放这个 激动光束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扛着伤害硬顶 所以说要放一下狼的伤害 控制一下 狼的那个狼群 控制一下 然后基本上就是回合制 等他先打 打完以后给他吃这个浮昆攻击 没什么好多说的 然后他在远处这个旋转的话 就有可能会接那招 从天而降的 哇哈啦 那招你听到他喊的时候 直接翻滚就可以躲过了 如果没有这个浮昆攻击 冷却好 就可以用三下重攻击来打他 也是还可以的 或者用斧子轻轻轻重也可以 这里我看他没血了 就冒一个险 用一下激动光束 这好像叫什么冰霜远古诗鬼愤怒 轻松搞定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女武神的血槽颜色 这女武神也是有等级的 你要是看他是黄颜色 就说明他等级可能比你高一点 或者跟你同级 如果是绿颜色 或者蓝颜色 就说明他这个等级比你低 这样你打他的伤害就很高 咱们好像八个浮昆攻击 这全部放完就差不多了 这个女武神杀了以后 他的台词基本上都差不多 就是他也不记得 为什么自己被灵魂被困在这个身体当中 然后变成这种堕落形态了 让他们都一致的回了英零殿 一用二地的堕落形态 要的就是这个 他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就是女武神的议会厅 咱们已经去过 这边可以看到亚富汗木 已经百分之百全收集了 好 掉了一个女武神的 这个衣瓦尔地堕落形态 这个是精神宝石 这样的话三颗无线石头都拿起了 还有三颗咱们就无所谓 先放一放也不着急 女武神的这个套装呢 虽然是最好的套装之一吧 但是他因为没升过急 所以说还不如我们身上这套爱人套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版的无线手套 可以放出三颗追踪导弹爆炸 威力还是不错的 咱们这边呢 就直接用这个传送门回这个国度传送间了 无线手套的六颗宝石 放三颗 任意三颗都可以打出这个效果 当然你最好是选三颗 对你的加成比较有用的 就比如说这三颗 对对 这就是厉害了 那么为什么他们说 Odin 老的贺钱 这就是说了一个稳定的 一种法律的知识 时他花了九个天日的死 哎 他也被捡到他的肺带 从亥哥们的枪 他的手上 把他的手上 过去的他的肩 和逻达到了 到的宝贝 他远写到的宝贝 了一种之处 我认为很正确 他用他死去 回到的地位 真正的 这边讲了这个故事之前我也讲过 就是他这个发明卢恩符文 就是在树上倒掉了九天自残献祭 才发现的这个领悟出的应该说 咱们把这个儿子技能再换回乌鸦杀阵 打杂兵还是乌鸦比较好用一点 咱们再触发一次传送回到这个米德加德 接下来的任务呢 就是把这两个支线任务 一个是未了之事 还有一个是死亡货船 之前都接了做了一半 把它给做做完 这一集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下集的话会探索 米德加德剩下的那些 没有完成的收集的地方 那些兄弟 你和老父亲都可以认为 如果他不能阻止Ragnarok 他仍然希望学习准备的细节 以影响成功能够 让我再告诉你 奎爷擅长开写历史 之前把命运三女神都给干掉了 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 继承字圣塔莫尼卡 改变神话的传统 主线的话是吹号角 当然咱们不会去吹了 看一下未了之士和死亡火船 死亡火船关系到T2团结套装最后一件 未了之士是点了四个火盆 之前点了三个还差最后一个 咱们这边划船先去 这边好像是尼富海姆的过渡塔 迷迷尔故事讲完该轮到我了 上来的话 这边是死亡火船的其中一堆 一共有三堆杂兵要杀 这个地图上都有标记 比较容易找 然后顺便把这边的这个宝物也给拿了 乌鸦也给打了 火盆给点了 然后把这个空间裂隙也给摸了 一趟过来全部搞定 这样感觉真爽 所以说千万不要 这个什么都不齐的情况下 到处搜吧 到时候很麻烦 来好几次 好 这个关于提尔 关于提尔的这个故事 之前我讲过一个就是 他的胳膊被那个分离二郎咬掉了 是吗 关于提尔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只不过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提尔而已 话说这个爱基尔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 爱基尔的黄金 咱们经常在海上捡到 这个爱基尔我之前说过是海神 他呢 非常贪 他经常喜欢在海上兴风作浪 然后把那些船给弄翻 弄翻以后 这个黄金就归他了 所以咱们经常在海上捡到爱基尔的黄金 众神之父啊 奥丁呢 因为他要对抗这个诸神的黄昏 所以说他要利用一切有用的这个同盟资源 就包括海神爱基尔 于是呢 有一天他就找这个海神爱基尔啊 这个叙叙旧 希望呢 形成一个这个高好关系 是吧 经常聚聚吃吃饭什么的 所以这个 这个海神爱基尔呢 就就说可以啊 没问题 这个经常跟这个 阿萨神族聚餐什么的 当然是好事 那么奥丁呢 这边就提议啊 说这个 要不这样 这个你每年 过年时候是吧 办一场这个盛宴 多酿些酒 请我们这个阿萨神族 阿萨神族 搓一顿 这个爱基尔呢 本来想这个 本来应该你们请我吗 这我就一个人 你们那么多人 每年过来吃 每年过来吃 这谁吃的小 这我的钱难道是刮大风刮来的吗 阿萨神说你的钱 他妈不就是刮大风刮来的吗 爱基尔想好像 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那么爱基尔说 这个可以是可以 他们这个 这边是第二波 这个死亡火船的杂兵 虽然儿子觉得 这个船长很不负责 把这个船员全害死了 但父亲觉得 这个船长死了以后 还心念这个承担的责任 他觉得这个还是赤条汉 是个不错的这个领袖 好 这边讲的这个卷轴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他就是讲的这个 应该是死亡火船 这个任务的触发诱因 就是讲他们那帮人 为什么变成亡灵 为什么受到了海难 咱们接着讲 这个爱基尔呢 就说这个可以是可以 但是呢 我这边有一个条件 就说你们这个人太多了 我这这个酿酒 没有这个器皿 我这平时喝小酒就一个人 你们来那么多人的话 需要一个大锅来酿酒 这个大锅呢 我这没有 你看看 要不你提供一下 这个爱基尔呢 他很鸡贼 他要的这个大锅呢 他知道在哪有 这个人呢 叫西米尔 是个巨人 他有一口特别大的锅 好 这边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剪刀那个契船 最后的一件 这样的话契船 这九界之湖的收藏品 这个契船终于是收集起了 可以卖钱了 然后这边刚才拿到一个图柄 这个刀柄 练刃的这个刀柄 这个刀柄 跟我们现在身上这个相比呢 还是身上这个好 所以说当初你也可以先来捡这个 但是我还是建议捡那个 无压 度压断牙 那个 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个 他加的是卢恩福恩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死亡小岛的路比较复杂 咱们一方面要顺着这个 截一下谜 控制一下这几个笼子的位置 来拿一下这个国度之城 顺便顺便把最后一个这个国度传送门上面的这个火盆给点了 另外一方面呢 还要从这个死亡小岛去隔壁的铁湾 所以说这个死亡小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 要来好几次 咱们这一集呢 就全部完成这些任务 好 接着说这个 埃及尔呢 他其实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他叫西密尔有这口锅 他一直想要 他这样呢 就相当于是离间之计 让也不算离间 就是 坐收渔翁之力 让这个阿萨神族去跟西密尔搞 这样的话 如果说阿萨神族赢了 那么干掉西密尔 他这个心腹大患 他觉得很爽 这个西密尔呢 他是个巨人 他一直在这个海上放牧 然后呢 埃及尔打不过他 但是又不想让他占用自己的海上资源 所以说一直想除掉他 然后呢 这边这个 这个这个荒野浪人 随便打一打就行 跟之前没什么区别 咱们继续说 一方面呢 这个阿萨神族干掉这个西密尔呢 相当于是 坐收渔翁之力了 如果说 这个阿萨神族打不过这个西密尔 那么 他也可以这个名正言顺的拒绝 他们这个老是要自己请客吃饭的这个事 也挺好的 如果说这个双方没打 帮他把这个锅拿来了 那么他也不亏 相当于白捡了一个宝贝 也不错 所以说对他来说没什么损失 非常鸡贼 这边的话最后一个火盆给点燃了 给了一个女武神 女武神克星的这样一个咒术 这边我忘记装了 当然这个装不装也问题不大 这个咒术还行 比随机捡到那些好 但是跟金色品质的那些相比 毕竟还是过度品 儿子又提到不该问的问题了 不要问 问就是好领袖 咱们继续说 那阿萨神族就想了 这怎么办 这个什么神 这个大锅咱到哪去找 这时候呢 提尔就提议了 提尔说 这个我的外公啊 西密尔 他那儿确实是有一口大锅 但是他这个多年不见了 不知道交情如何 他肯不肯借我们 那么 这个 这个众生呢 就派这个索尔 跟着提尔一起去 去取这口大锅 尽量这个劝详 如果这个化学劝详不行 那就用物理劝详 让索尔也跟着去 这样应该万无一世 是吧 好 那么索尔跟提尔就上路了 这个提尔呢 有一个说法呢 说是这个 他的外公是这个 西密尔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他爹是西密尔 这两个说法 这个因为传说流传当中的一些 偏差 所以说 不知道哪个是真 咱们这边呢 就用他这个 外公的这个设定 毕竟好像坑爹 这个设定不太好 这个提尔看上去 应该也是奥丁的子嗣 毕竟是 阿萨神族的 这个 十二男神之一 也是非常有名的战神 那么提尔跟索尔 到那边呢 就受到了他 这个提尔老妈的款待 这时候呢 西密尔不在 这边我们看一下 死亡小道已经全收集了 咱们该去戈壁铁湾了 最后一个死亡货船的人 在铁湾那 好 然后呢 这个他们到了那儿 先收了一份款待 然后呢 在这个 西密尔回来 他老妈让他躲起来 西密尔皮肤比较暴躁 但是西密尔一进来就发现周围有人 有陌生人来了 提尔和索尔呢 就照出来 当面呢 也不敢提 不敢提 这个 这个锅的事 那西密尔呢 想这个 毕竟是这个联姻了 所以说也不好发作 就问他们来的理由 他们说 这个就是来叙叙旧 没什么 那么西密尔就 杀了三头牛 请他们吃饭 结果呢 索尔就不是像 那么一口气吃两头 那西密尔一看这家伙 请客有点请不起 西密尔说 这个你这太能吃了 你把我们这个 两好几天的这个粮食 都给吃掉了 明天你得跟我去 一起去狩猎了 是吧 钓鱼去 钓钓大鱼 那么大家还有饭吃 要不然的话 你这样吃 那么吃两天就吃穷 好 那么索尔就答应了 答应以后呢 索尔就第二天问他 这个钓鱼呢 用什么来钓 鱼饵是什么 鱼饵是什么 西密尔说 我那边 那羊的那个牛啊 你自己去挑一头 当这个诱饵 然后呢 索尔去 挑一头最大的黑色的牛 把他这个牛头给拧下来 西密尔一看这家伙 这个 来势汹汹 这个有点厉害 就先也不动声色 就两人划船 去这个 不能面子上 不能输了 两人就划船 划船划到海中央了 西密尔说 差不多 这儿可以钓鲸鱼了 索尔说这个不行 这个海不够深 我们再往前滑一点 西密尔说 这再往前滑一点 那就是 耶梦加德的栖息地 领地了 你这个家伙 去那儿钓鱼 你到时候万一出了什么 岔子被巨蛇吞掉的 索尔说不慌 就继续滑了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拿到一个 赫尔海姆的迷雾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控肠剂 相当于是一瓦地铁针的强化板 当然它的冷却时间也比较长 大家可以看需求 如果说是使用那种平A流的话 这个赫尔海姆的迷雾这招干扰剂 控肠剂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还拿到了一个素材 这个素材就是身体 他们身上这个矮人套装的素材 它是唯一素材 所以说是一定要过来到这来拿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咱们最后一堆这个叫什么 未了之事 最后一个火盆 之前三个火盆 一个是在这个 拿到船长的那个宝藏 那个仓宝图那 一个是在巨人那个肿胀的尸体 就是肚鸭断崖那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一望小岛 就是接这个死亡货船 那个任务的楼上 这样四个火盆全部点掉 这个未了之事就算完成 当然给了奖励一般般 咱们继续说 这个索尔就这个来到 划到湖中央 把这个牛头放下去 这个路途当中呢 这个西米尔是钓金鱼 钓了好几条了 但是索尔呢 他就是要钓这个耶孟加的 我还能够 他那个什么传家宝 其实没乱用 好吧 他给的这个素材是升级多功能战士伏饼的这个素材 但这个伏饼很厉害 早就废弃了 这个索尔把这个黑牛头放下去以后果然一不小心就掉到了这个 就故意掉到了这个耶孟加德 然后这个索尔跟耶孟加德在海上打人300回合 这个打的惊涛骇浪把这个船都差点顶翻了 力气太大 这个就在索尔快要抄起锤子干掉这个耶孟加德的时候 西米尔怕这个灯尔翻船两人都小命不保 所以就果断把这个索尔的吊绳给割断了 于是耶孟加德就躲过一劫 这就是索尔和耶孟加德第一次交手相当于是 所以说耶孟加德和索尔是死对头 在住人的黄昏的时候 两人也是同归于尽了 这边是一个最后一藏宝图 他藏宝的地点是那个不离的储物间 咱们下一集再去 然后呢 这个索尔是大显身手了 但是他也很生气 差点就干掉耶孟加德了 被这个老头坏了好事 然后这边这个远古尸鬼呢 叫他起床以后 还是老伎俩 如法炮制就行了 当然注意站位 我站到还太近了 急动光线发射 好这个这个西米尔啊 他这个非常丢人啊 但是他也要想个办法出出气 回来以后呢 索尔觉得差不多是时候跟他提这个事了 啊 于是这个 啊 于是就跟他说了 咱们他们此经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拿这口锯锅 西米尔一听呢 就不太高兴啊 是唯一唯一的宝贝 他就想羞辱这个索尔一番 他说啊 这边 这个这个叫什么 铁丸也全兽纪 You need the experience I've had plenty of experience fighting these things What's the real reason This man inspired loyalty He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his mistakes And he was determined to fix them These are good lessons for you Oh Yes Oh 这个西米尔呢 说这个你这个吊大蛇 虽然说是历前大 但是这个大蛇 确实是比不上我这口锅中 是吧 说那个 我当时割断绳子 主要是怕我们这个船 承受不了这么大的 这个这个风浪 Navish fights are the last We get up to all manner of mischief making fools of the local mortals But as long as our lord has kept amused We will spare the consequences 这个铁丸后面还有一处 这个空 国度裂缝 不要漏掉 他因为不算在那个收集品的那个 那个地图上的统计里面 所以说很容易漏掉 不过在楼上你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这个西米尔说 你别先别说这个锅了 你连我这个手上的杯子 酒杯都打不碎 结果呢 索尔就想试试看 结果一扔啊 发现地上找了个大洞 确实打不碎 他特别硬 其实呢 他是施过魔法的一个这个酒杯 行吧 你先讲 好 我接继续 提尔的老妈呢 悄悄地告诉了提尔这个命 这个魔法的杯子 是不是那么容易打碎的 然后这个提尔呢 这个这个索尔呢 就就问这个老头 说这个杯子硬啊 还是你的脑子硬 结果那老头一得意就说出来 说这个杯子是我当年用头 额头硬生针磕出来的 你说哪个硬 于是 索尔抄起杯子就砸他脑门上 果然杯子就碎了 我们把他们都放下了 我明白 如今的死 我是失败 但是在生活 你曾经认识 厉害 努力 而且你启发了 誠意 这些是好的 好样子 对吗 是的 我没想到 多数人追求你这里 我 谢谢你 你的语言 让你的旅程 让你的旅程有更适合 比我更适合 好 这门死亡货船终于完成了 拿到提尔的公平 所有的支箭全部完成 拿到一个奖杯 为了知识 那么这个西米尔一看 那个斗志也斗不过 斗勇也斗不过 那算了 只能乖乖交出宝贝 把那口锅就交给了 这个索尔提尔 索尔用力扛起那口锅就跑了 顺利把这个锅给拿回去了 这个临近完结米米尔讲的故事 也越来越黄暴 开始这个 开始free style 然后呢 这个索尔呢 就顺利完成了这个任务 之后呢 艾基尔也就只能如约 每年去请这个阿萨神族吃饭 毕竟这个按照约定把锅拿过来了 是吧 好 咱们这边呢 一方面把这个提尔团结套最后一套做了 虽然说也不穿 对吧 但是凑个整嘛 另外一方面把这个远古诗鬼和荒原浪人的这个套装给做了 这两套衣服是关系到奖杯的 所以说一定要做一下 而且只要你路上的这些远古诗鬼和荒原浪人都杀的话 素材是肯定够的 虽然有时候他们会这个漏掉素材 好 这样两个奖杯就入手了 咱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说的这个有误啊 就是说这个矮人broke的这个套装和新德里的套装只能选一套 有一个观众指出这个 其实两套都可以做的 后来我发现确实 两套都可以做 只不过是做完一套以后 另外一套就特别贵 所以咱们这样就不做了 之前拿到的这些装备也可以都卖一卖啊 拿到的宝物啊 包括杯子 包括这个传手相都可以卖掉了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收集 概况啊 九届之湖啊 差一点点 还差一个传说提示就完成收集了 包括米德加德 大部分的东西也都完成了 像支线任务啊 文物啊 还有这个商店都完成了 剩下的都差的也不多了 那么下一集呢 咱们的目标就是米德加德 除了女武生以外 全部都收集掉 那么咱们下期见吧 咱们下期见吧